和美国中自民国36年创校以来 65年的岁月中 为地方造就无数人才 13日在和美国中举行旧校舍拆除重建 也是为明年和美国中改至高中 成为完全中学的新校舍重建动土典礼 所有乡亲长久的期待 我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在此共同的来进行和美国中老旧校舍 拆除重建工程的动工典礼 同时也可以说是 我们献立和美高中新建校舍的动土典礼 我们和美地区 相亲长久的期待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所在地的高中 能够提供我们在地的同学 可以在地升学 在地发展 经过了地方长久的争取 我们县府团队的努力 我们终于在今天 要进行和美高中新建校舍的工程 本校的老旧校舍已经都是四五十年 这个整个的安全跟防震效果非常的差 而且浴雨都会淹水 那这次得到我们县政府教育部的全力的补助 要来整个来重建 我们要建地下一楼地上五楼总共教室在时间 预计我们整个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的教学的环境 跟设备改善我们整个学职的求学 跟老师的办公环境 注意非常的大 今天是和美国中动土年龄 那把那个旧的校舍拆掉 然后又建成三十间的教室 将来我们的国中还有高中部可以沿用 那相信我们在和美地区来说 对我们的子弟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可以休闲也可以读书的好地方 卓县长表示 在地方长久以来 引颈期盼能有一所高中提供在地的学生就学 在地方及各级名义代表的协助下 终于顺利动土 而彰化县第五所成立的县立完全中学 将可提供学子就近入学 完全落实教育多元化及在地化的目标 同时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二年国教更具意义 公益频道张华允和美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